比如说陈寡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知己好友 你说我怎么回答你 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知己好友 在座的各位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相互识别 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互相互欣赏 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成为知己好友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你想要什么样的好朋友 你得先活成什么样的人 因为当你变成了怎样的人 你就会吸引来怎样的人 因为物以类聚人一群人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你活成了一个自信的自由的 喜欢你自己的散发着阳光的人 你也会吸引来同类的人 因为只有同等能量的人能够相互识别 相互欣赏 相互结识 相互珍惜 所以这才是真正找到自己好友的好办法 你想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做你的好朋友 行不行 行 你先成为活成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你想找到一个特别对你真诚的人 做好朋友 行不行 行 你先首先活成一个真诚的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奋 然后我觉得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个真正活出你自己的人 一个真正活出你自己的人 一定是一个真正很爱你自己的人 而一个真正很爱你自己的人 很喜欢你自己的人 你就会 这其实就是热爱生活 一个人热爱自己 他一定会热爱生活的 我爸曾经有一次对我妈讲 他说当一个女人 对我妈讲了 他说当一个女人对镜子微笑的时候 他说这个女人是在对全世界微笑 所以当一个女人对镜子微笑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对全世界微笑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当你对自己很满意的时候 你会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也很满意 因为正是这个世界把你变成了这个 你满意的自己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喜欢自己 他就会去喜欢这个世界 就会喜欢你正在展开的生活 而一切厌世 其实某种程度上 都是来自于自厌 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你不喜欢你的生活 其实你往下挖 挖到底 一定是你不喜欢现在的这个你 所以一切自爱 必会带来热爱生活 而一切厌世 必会带来自我厌倦 追根溯源必是自我厌倦